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 今天匹配到网格营地了 这都是缘分啊 上次小强没有复仇成功 今天这波咱们得好好把握了 先去来年秋风起来接来看看 要是带到他的话 肯定得好好虐一顿 哎哟 这个小鸡鼎鬼居然换地方了 看来他得罪了人不少 很怕被报复 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他家了 这人搬到火车上附近 有点不太妙 要是被人发现了 肯定会很快来人 现在也不用太担心 至少我还是没暴露的 再说了 苹果的实力当挑一群人 简直就是小case 这人可能躲进房子里了 咱们进去找一找 差了半天都没见到人 又被他躲过一截 哎这个门怎么回事啊 我都没书密码 怎么就自动开了 看来是个烈士产品 拿来摆设的 有一时记住这个位置 现在咱们可以进来偷袭一波 巨大金库插点柜子 把他家人攻破掉 差了这么多次 我都亲身熟路了 感觉就算是回自己家一样 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柜子 只花了15秒时间就攻破了 简直不要太轻松 走吧咱们去市中心劈一劈 刚来就遇到一个小伙子 咱们丢个司机过去买一波 哎哟我去 刚才没认真看 原来这人是拿掌马刀的 这大哥有点怂 这么好的装备都不敢买 看来他的掌马刀 没怎么装眼 那我就放心了 哎哟别跑啊 咱们来过两招 这人真是怂得彻底呀 打都不敢打 一颗导弹从脑门飞过 吓了我一跳 后面来了个病毒 还定满了 直接就贴连到了 打肛养 打出机会把他一秒了 都没怎么杀到我 想着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队友到了还敢上 值得鼓励呀 可惜他没有翻过技能 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最后也是被我活生生耗死了 章技不错 刚来就拿双杀 哎 长血还回来球一眼 你砸线了 怎么着 是不是小杨帅到了吗 又白捡一个人头 真是个好人啊 来了个风亭背包的 但这人不怎么敢开枪 我都打了他好几箱了 这人还在装兴了秀走位 他是过来给我练枪法的吗 别人搞笑呀 OK没有悬念 想又解决掉一个 怎么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那些大佬都去哪了 这病毒学家又回来了 看来是把装备都换好了 这人很鸡贼 一直在告诉叔叔 还想过 他得我贼难受 这位置不好刚将 算了 不过他好了 咱们先撤退不定状态 防血不过 小杨又回来劈了 这人没发现我 咱们偷袭一波 嘿嘿 两分解决 护甲有点菜呀 我还以为是刚刚那个病毒呢 有点小遗憾 这里还有个发呆的 把他移个面了 赶着我的面叫人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哎呦去 无人机的活力有点猛 咱们先放过他 找机会再防打一波 这营地的人穷追不舍 甩都甩不掉 不跑了咱们拼一把 人是鸟巢之音 不死万万年 小杨还就不怂你们了 哎呦去 打都打不管 来的人太多了 咱们挣扎一下 看能不能逃出去 可惜还是被制裁了 不过还要 最后换掉两个人 这波不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翔 我们下期见 拜拜